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先录制的视频 但是应该是今年最早和大家见面的视频 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一个晚年 新年快乐狗年大吉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视频 哎对对对 一定是被这个美女吸引到了 没错 这就是我的爱豆金泰妍歌手 韩国歌唱界的杠爸子 真的 OK 在你欣赏这个泰妍的美貌的 同时我先跟你说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是分享一下 我这大半个月来对Windows10家庭版 最新预览版 也就是版本号是17093 这个版本预览版的体验 这个版本和之前的 和大波数人现在用的稳定版 Windows10 有一些比较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然后就是加了一些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 更人性化的功能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我是 我是怎么得到这个功能的呢 我是怎么得到这个版本的呢 大家可以在设置里面 看更新和安全 有一个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你加入的话就可以获得最新的预览版 不过 请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手才加入预览版计划 因为Windows预览版计划 真的很不稳定 它的预览版系统 我无数次体验到 码代码码到一半 还没有保存机子重启 写论文写到一半 电脑重启 看视频 听音乐 听到一半 我正在 我正在 我正在非常非常投入的 看视频 或者 或者开音乐的时候 听音乐的时候 这个视频就 而不是 这个电脑就突然重启 啥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 我就非常生气 经常 经常电脑莫名其妙的刺激 在你看到这个 现在的这个版视频之前 已经无数次重启了 说不定等会儿 这个视频还得重新录 因为会重启 好 闲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看 这次的这个新版本系统 有什么变化 首先一般系统 新系统的变化呢 会从一些UI来开始说起 比如说我刚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打开的设置界面 在这个设置界面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设置界面的这个排列 有了一个变化 以前是 它现在的这些功能和图标 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好像是 就是每一个板块的图标 更大一些 然后现在增加一些新功能 比如说这个手机功能 之前关于Windows和MacOS 哪个系统更好 有很多人选择MacOS 因为它的AirDrop这个功能 在电脑和手机之间 传输文件非常方便 然后现在呢 微软也加入了这样一个 类似AirDrop的一个功能 但是前提是 你要在手机上 安装一个 Microsoft的一个 相当于是Microsoft Drop的一个APP 然后在APP上登录 和电脑上面相同的 你的Windows账号 就可以轻松的在这个 你的手机和 和电脑之间 通过蓝牙也好 WiFi也好传输文件 而且如果你和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朋友同时拥有Windows的设备 比如说Windows的电脑 然后你们同时都是Windows 10的话 在更新过后 你们应该正式更新过后 你们应该可以 就是两个电脑之间 就不需要有任何附加操作 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 类似于AirDrop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传输文件变得更方便了 我觉得这个挺挺有人性 挺挺符合人性化的 当然还有就是 大家可以在这个 对我刚刚说的这个 就是在这个体验共享这一栏里面 与其他的PC进行比较方便的文件操作 然后这个版本的 除了这个设置UI 另外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就是 大家打开这个多任务界面 现在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吧 我比如说我打开一下浏览器 好 然后我现在点一下任务视图 大家看仔细看 任务视图这里的 这个图标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只是一个 我记得只是一个矩形 现在差不多是这种上下两个矩形 旁边加一个那种 华页的那种 它是应对了现在这个任务 任务管理器的变化 点开任务管理器以后 比如说我再再加上 再打开一个资源管理器 稍等 然后再打开一个Windows Store 好的 然后我现在再打开这个任务视图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任务视图 不再像以前那样是 所有横排 就是所有的东西排在一个横排 这样排过去 然后它现在是一层一层的 把它有层次的排起来 我个人觉得这样排更美观一些 然后也更方便 更方便它 更方便你直接去看 比如说你在任务非常多的时候 你这样有层次的看的话 我觉得是比那样横排的 看着舒服一些 还有在这个新版本的系统里面 它对于系统分屏 做了一个更好的处理 就是现在更加方便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浏览器和文件资源管理器 这时候你就在Microsoft Edge这边右键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左侧靠贴 右侧靠贴或者移动到 比如说你想把这个Edge浏览器放在屏幕左边 你可以选左侧靠贴 应该就变成这样了 这样就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安卓系统的那个分屏 然后这样这个时候你再选一个 你想放在屏幕右侧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你点开这个文件资源管理器 这个对于所有的应用都是使用的 所以说这样你比如说 左侧 左侧 通过浏览器做一些 然后右侧打开那个word 马路纹或者是用Eclipse这种东西 马代码的话就非常方便了 就是现在的分屏非常方便 然后这次多热物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呢 大家往下翻 可以看到 现在也在Microsoft Edge的浏览历史 可以出现在这个多热物界面管理器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利有弊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利大于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你你之前比如说 如果你在没有开没有开启 咱们先把浏览器关掉 如果你在没有开启浏览器的情况下 你希望你有一个特定的历史上的历史记录里的有一个网页 你想打开的话 你一般是需要 现在是需要先打开Edge 然后点开历史 然后从里面找找找找到 然后现在你可以直接从热物浏览视图这里找到最近浏览的一些网页 我觉得这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节省了很多步骤 但是不好的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看小电影 在线看小电影或者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时候你爸或者你妈推门进来 然后你为了掩藏罪行赶紧把浏览器关 然后假装自己在学习 这时候你爸妈带着狐疑的眼神过来 然后说你在干嘛呢 你说我在学习 你爸妈说我不信 然后他点开任务 试图发现 Oh my God 你的历史浏览记录里显示你在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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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胆子 吃了豹子胆小子 这时候就尴尬了 这时候就 哎 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 所以呢 有利有弊 但是总体上我觉得还是增加了这样一个 使用的便捷程度 另外的一些 嗯 另外的一些变系统上的变化呢 其实文件资源管理器上的变化倒不是特别多 呃 但是现在在这个 呃 开始菜单这左侧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是只有一个 就是现在稳定板系统是只有一个电源一个设置键以及一个呃你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图标的呃 现在呢可以呃他加入这个图片还有文档就是你点开图片的话你可以快速进入到这个图片的文件夹以及你点到这个文档的话可以快速进入文档的文件夹就是他有一些相当于是快捷的打开方式 除了这几个呢你还可以通过设置里面另外给他再加上比如说你想进入呃迅雷啊或者你自己的一个游戏的文件夹或者你的论文的文件夹都是可以的呃还是比较方便的 以及另外的一些新的呃值得一提的是microsoft edge也随着他一些版本的迭代也也在慢慢变得像他的易用性也慢慢的向chrome靠齐呃最典型的就是他现在的这个microsoft edge他也可以支持插件了而且支持插件越来越多一些主要的插件比如说呃temper monkey油猴子呀 这个是看视频和听音乐神器如果呃有同学对这个不大了解的话可以看我们公众号captaintech之前发过的两期呃temper monkey这个插件的教程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件以及一些呃呃onenote啊像onenoteadblocker就是把一些广告屏蔽掉还有microsoft的online这些比较比较便捷的一些插件现在都可以在这个呃microsoft edge上面支持了不过edge现在因为他本身底层的呃对于插件他支持的那个原代码和chrome不是很一样 所以还有很多chrome上面丰富的插件是edge目前还没有的所以说呃所以说还需要呃还需要等待他这个edge浏览器进一步的优化成熟现在的插件都可以在microsoft store里面去搜索呃已经有的还是比较多的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这次的更新还给系统从系统底层增加了一些功能比如说呃 他增加了这样一个混合现实门户也就是说是一个大家知道microsoft一直在开发那个mixed reality就是一个相当于是虚拟现实的 呃他是基于vr但是又比一般vr要强一些他就是那种像htcvibe的那种头显和windows pc电脑作为作为互相配套 然后你他这样一个软件是呃可以自动检查你的电脑是不是能否支持mixed reality 然后包括呃然后如果支持的话他会出现一些的应用啊包括购买建议什么的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应用 来享受这个mixed reality的经历我之前体验过呃htcvibe的在一个展区还是挺好的其他的一些功能像比如说 现在的地图又重新可以离线以及他有一个 这次增加了一个移动套餐的这样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这个新功能我觉得是预示着在未来的windows 他的pc电脑会越来越多的他会整合到4G的上网功能进去比如说他会支持一些虚拟的sim卡或者是你可以通过windows和运营商购买一些流量套餐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电脑也变成一个便携式的上网工具而不是走到哪里都需要wifi 我觉得这个以后应该也会挺好用的如果他可以如果你的移动运营商一个移动运营商的一个账户可以同时在你的手机上套餐可以同时在你的手机上和电脑上使用我觉得非常方便 就不需要用手机给电脑开流量开热点最后还想说的呢就是现在的视频和和groove音乐这两个软件呃视频软件可以对就系统自带的视频软件可以对视频进行一些简单的剪辑 比如说剪裁啊包括呃加一些文字什么的我觉得一些简单的视频运营功能也是挺方便的当然是不如iMovie那么功能齐全了所以在windows上剪视频的话主要还是靠呃premium或者是premiere或者是嗯爱剪辑这种东西 好的大家可以好我们再回到太阎的美颜OK真好看 小姐姐真好看呃大家应该注意到了今天的视频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是用录屏所以我一直没有出镜 但是呢我本来是不准备出镜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忍不住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最近一些消息要跟大家传递一下稍等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频里来 呃其实今天想跟大家主要说的话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下最近mwc世界移动消费者大会正在巴塞罗那进行 然后这个差不多是每年年初呃手机数码界最重大的一个盛会 然后今年在已经进行完的这个展会行程中三星发布了最新的旗舰机s9系列 然后索尼也发布了今年的X2系列 包括其他还有一些像LG也发布了一个新的手机 然后呃华为发布了新的笔记本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笔记本 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厂商也发布了很多新鲜呃新鲜的产品 然后都非常有意思就是当然主要嗯主要想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一个是一个当然是三星的s9系列 然后今年其实s9相比于去年在外观上包括整体上变化都嗯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他今年的摄像头可能还是手机摄像手机摄影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因为他采用首次采用了一个可以调整呃光圈的一个一个相机模组一个镜头 在以往这个可调光圈只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数码相机 其实是对数码相机上才有的一些功能 他可以从把光圈从1.5可以把光圈调成1.5也可以调成2.4 当你在需要更大的进光量比如说弱光环境一下 或者是你需要达到一个更好的虚化的虚化的这样一个效果的时候 你可以把呃照片的这个这个这个模组的光圈调到1.5 呃当然如果你想呃 获得更多的更大的对焦范围 获得更加锐利的成像的时候 可以把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完全可以把那个交 呃光圈Aputure从1.5调成2.4 这样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光圈其实是就是可以保证你的成像呃 针对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优化 然后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照片质量 所以说呃从三星S9开始以后手机的摄影肯定是会和数码相机的摄影 当然不能说赶上但肯定是差距越来越小加上手机的易用性 肯定越来越多的用户会慢慢的转向手机拍照 另外的就是索尼索大法今年换了一个新的手机设计 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 华为又出了一款最新的目前世界上屏占比最高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然后包括还使用了一个隐藏式的摄像头 非常有意思建议的也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次MWC目前目前为止最最让人振奋人心的一个呃一个产品呢 是Vivo发布的Apex概念手机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量产的 只是一个showcase就是展示他在他他家技术的一个手机 就是整个因为知道之前Vivo已经发布了第一款屏幕下指纹识别的量产机 然后他在这个这次的Apex这样一个手机上整个正面屏幕几乎没有任何 呃几乎没有边框也没有iPhone10那样的那个刘海 就是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块屏幕 然后他把他的指纹识别放在了屏幕下 而且是很大的一个区域 呃然后他的前置摄像头是像一个小模块一样 可以当你打开相机转到前置的时候可以可以从机身中弹出来 所以非常有意思 然后他的嗯他的这个前置的扬声器就是听筒呢 他是通过鼓传导就是整个屏幕震动 而达到一个传递声音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黑客气 虽然说短时间内不会量产 但是他确实是代表了未来智能手机的一个趋势 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希望看到的智能手机的设计 呃现在MWC还有很多天的日程要进行 然后也陆续会有更多呃新鲜有趣的科技产品发布 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可以多多关注MWC 如果需要我们的报道的话 欢迎你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款产品 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推文跟大家跟大家进行介绍 呃就从普通的呃普通的用户来说 通过一些对于一些新发布的手机啊电脑这样的一些了解 也可以指导一下 今年18年大概从第二季度开始 对于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的一些购买呃购买意见 所以说嗯大家多多关注MWC吧 也是整个整个整个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个年度盛世 所以呃 欢迎如果大家有问题也欢迎和我们即时沟通 然后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再次祝大家苟年旺旺旺旺 呃新年一年有更多的推文和视频和大家见面 请大家关注 然后如果喜欢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赞 请给我们留言 然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captaintech公众号微博 如果你在海外的话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youtubechannel 包括我们应该我们有b站channel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